好 刚刚要谢谢 楚阳一系列的斗内 当然同时我们要来 赶快来关心海运军运价 现在高得贵得离谱 汽车厂吃不消 有车商就透露说 光是进口零组件 产本就只逼一台新车站 有没有这么贵 车是这样酝酿 第二波的疯狂涨势了吗 更多焦点 我们时间交给小笔 好 我们知道现在 几乎算是车商 他们说了多少价格 只有一句话就是 我们要不要接受这样的价格 你要就下定 但下定了之后 不是你花了那么多钱 买车你就可以马上拿到 这个等待期 恐怕都要四个月以上 到半年以上 都是现阶段的一个常态 所以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个汽车商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现在因为运价高涨 所以如果我们以一台车 当作是一个基准的话 我进台ECOCH 一台车需要的零组件 这个运费几乎就跟一台 新车的价格差不了多少了 所以现在大家的成本 都在不断的垫高 运价还有相关原物料成本 以及零组件也是不断的涨价 所以现在车商要喊的是吃不消了 第二度涨价风恐怕就要到来了 最快的话可能在第二季末尾巴的时候 就会来喊涨 另外一个汽车商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现在车主们消费者骂归骂 但是为了要早一点拿到车 都只能默默的接受涨价后的车价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除了涨价之外 包含像是很多的配备都降级了 为什么 因为晶片荒的关系 当可能这个配备需要用到这个晶片 但是这个晶片却迟迟不来 这个时候我又不能因为一个晶片 或是一个配备而耽误了整个车的 交车或是组装 所以现在车商也变聪明了 他们干脆晶片荒的部分 他们就把配备降级 这个可以加速他们交车的一个时间 再加上最近有观察 这个折扣也缩水了 车主要花好多的时间来等候交车 大家也有观察到 最近车主他们容忍度也大增了 因为大家就希望说 不管你赶快给我车这比较要紧 所以现在来观察 如果以热销的国产车来讲 你现在下定大概六月份才能交车 这真的是史上最罕见的一个时刻 那现在车市很明显 就是买方市场主导 卖方市场主导 卖方要卖你多少钱 真的车主就只有摸摸鼻子认了 再加上这个海运费 我们知道真的是非常非常贵 看下面这边一日三世是什么样的状况 说一日三世大概还是一个比较基本的状况 也就是你可能上午谈定好了 我要卡这个仓位 但是中午你一个犹豫之后 下午这个仓位 拜拜就没有了 他就跟你擦身而过了 也就是你的货又出不去 可能又要再排队 这个运价的部分是这样 所以才不断推升整个价格上涨 那甚至是原本呢 我们双方议定好了运价 结果隔周之后 原本的运价 假设是十块美金好了 隔周立刻翻三倍 三十块美金 你要不要一句话 现在的市况是如此 那我们就来观察 为什么车商呢 他们会有一个涨价的利基点在 也就是他不怕涨价会下跑消费者 因为最主要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一月以来包含像是Toyota 三菱等等的一些车厂 他们的部分车款 Lexus的部分车款 都有大概平均涨 一万块到两万块的一个区间 那像Nissan的部分 他是在农历年后 平均的车价也是涨了 一到两万块钱 那车商说 现在第一季是车商的一个传统 传统旺季 那上个月的部分是因为缺车 所以大家可以观察 那数字不太漂亮 为什么 因为交不到车 所以挂牌数是下滑了两成 但是如果以二月份 接单的状况来看的话 真的是提前在月中的时候 就已经达正了 另外除了汽车的部分之外 机车族现在要买车 也是买不到了 很多的大厂 包含像是光阳 三阳 现在他们各自 有三万台的订单 还没有办法交车 如果我们以燃油的机车来说的话 什么需要晶片 马表 刹车 引擎 以及废弃的排放控制系统 这些都是需要晶片的 那如果以电动车的部分来说的话 刹车控制 马达跟电池也都需要 所以光阳的执行长 柯俊斌他就说 现在有车你就赶快买吧 因为犹豫的话 可能就立刻错过了 而他也预估这次的晶片荒 大概会年中之后 也就是六月过后 可能才会解决 内容 2 稳 Θ 问衆 1 3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